陳柏宇還有不夠十天就開紅館show 不過這天出席活動的時候 Jason就透露自己的喉嚨有點不舒服 所以上到台都識字如今 下到台做訪問更直接改為用手勢示意 因為很久都未開會show 所以都很忌養 你忌不忌養 很期待 對 很期待開show 到時阿泰和女兒都很慘 而同場的歌手葉巧琳最近就過生日 她說男友並沒有為她準備慶生活動 我的生日我男朋友是沒有給我驚喜的 對 我還要跟她說前一晚 我說你有沒有預約地方吃東西 沒有 我說那好吧 我們前一晚去吃東西 然後都是 是她預約 我叫了她預約的 不是我自己預約 都算是這樣的 都一起了那麼久 我們平時生活上的一些小驚喜 一些關懷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會不會都有些少許失望 其實沒有 如果真的驚喜的時候 問一下男人就知道了 通常一起的 開始幾年 你就會有多些驚喜 對吧 沒有的 都是 OK 沒關係 我最初和我男朋友一起的時候 多些驚喜 但是到一起住了之後 就很難 很難的 驚喜 接下來Misha將會推出新專輯 她特別感謝師兄林奕匡 以及著名作詞人黃偉文的支持 其實都很開心 因為我生日那天 是公司給我一份很大的禮物 有幫我出專輯 然後Phil有幫我填詞 Phil有幫我去寫歌 Wyman幫我填詞 其實這個是 我這麼多年來收過 算是最大的 最有心思的一份禮物 因為沒有物質的東西 可以代替到這一份禮物 而Wyman的詞 是很重 每一句 每一個字 都是重了我 其實這幾年經歷的一些事情 或者有些現實 很難跟大家去說 但是就寄予在這首歌裡面 所以很開心 很感恩 如說到新年新願望 Misha就說 她還有不少等著實現的大計 有甚麼新的願望想達成 接下來的一年 希望我腦裡想到的一些項目 我希望可以跟公司商量好 可以推出 我又不想說是甚麼 都要踏實了才可以說 希望再有一些新的嘗試 你也是 多些新嘗試 出歌 Misha又透露她在平安夜 安排了工作 不過25日聖誕節當日 就會跟男朋友一起度過 verse 25日